当前 北京冬奥会赛事震撼 中国速度滑冰队在多个项目上取得突破 2月12日 在速度滑冰男子500米比赛中 高婷宇以34秒32的成绩获得金牌 同时创造了新的冬奥会记录 而良好的成绩取得 也离不开一支从事航空航天事业的高校科研团队 近日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柯鹏 在接受中心社专访时 对中国冰雪项目中应用的多项黑科技进行了揭秘 那么为了提高成绩呢 除了我们传统的依靠我们运动员人这部分的研究和训练之外 那需要更多的科技的力量 才能更好的创造更好的环境 提供更好的装备 才能把人机环这些因素有机的偶合到一起 才能发挥出我们最好的效果来 所以现代体育成绩的提升 那一定是一个科技助力的成果 在北京冬奥会的备战周期里 柯鹏带领团队充分借鉴航空航天工程的技术方法 针对速度滑冰等项目 开展了大量的科技研发工作 小型的助推器 配在我们运动员身上的 那么其实就是借助了我们航空航天的这个推进理论 给我们运动增加一个额外的动力 路线的分析 配速的优化 那这里面后台的算法 其实和我们航空航天领域的 很多优化的技术 优化的算法是一样的 我们把它借鉴过来的 另外还有像我们那个模拟训练这一块 二系机里开展过一些 基于自由度的这些训练手段 那这个其实和我们航空航天领域里面 最早去培养飞行员 做这种飞行模拟器的训练 那么其实思路是完全一样的 为了让运动员更高效 更有针对性的训练 二系国家冰雪运动训练科研基地 还设立了全程的计时计分系统 柯鹏介绍 该系统可记录运动员滑行过程中 每个位置的滑行速度 滑行姿态等信息 能够辅助教练员进行赛后分析 他们在我们的这个基地 加设了大概有20多台相机 那么能够在整个400米的赛道上 全程去捕捉整个滑行的过程 那么采用一些数字化的方法 人工智能的方法 从中去提取滑行过程中的一些 滑行速度啊 滑行路线啊 滑行轨迹啊等等信息 为我们的后续的分析 提供了第一手的数据 在竞速项目中 风阻是运动员要突破的障碍之一 为此科研团队 从运动员参赛装备上下功夫 引入鲨鱼皮等设计理念 来实现减阻功效 速度滑冰 那么这种项目 它滑行速度很高 那么借助相关的技术的话 就也可以实现很好的这个减阻 那么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讲 那么现在在我们的 速度滑冰和短度速滑的 这个服装的设计里面 也在考虑借鉴类似的这种方式 比如说我们在身体的 某些部位 给它增加一些 类似于鲨鱼皮 这样的一些特殊的 微结构的设计 贴一些钩槽啊 或者一些印花啊等等 通过这个来借鉴了 鲨鱼皮的这种减阻的功效